停电复电后 请先将机上和电源线拔掉 等候10秒 再将电源线重新接上机上和 确认机上和后方的同轴缆线是否已经接拖 并将缆线朝顺时针方向锁紧 检查机上和后方电源开关按键是否已经开启 观察机上和与电视画面状态 依照以下三个状况做障碍排除 机上和不亮灯 可能是因停电恢复供电时 瞬间突破电压 造成机上和或变压器故障 请直接与客服中心联系 机上和灯号正常 电视画面显示错误代码1200 表示该机上和收不到讯后 请依以下步骤操作 首先确认家中其他电视是否有相同的情况 如果每台电视都有相同的错误代码 可能是公司外部设备或线路故障 请直接与客服中心联系 如果家中其他的电视都能正常收拾 请重新将机上和电源线拔掉 等候10秒 再将电源线重新接上机上和 检查机上和后方的同轴揽线是否已经接妥 如果障碍仍然无法排除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机上和灯号正常 电视画面显示黑画面或蓝画面 请确认机上和与电视连接的AV线或HDMI线已经接妥 线路接妥后 请操作机上和遥控器 按下讯后源或是AVHDMI按键 进入讯后源选单 连选与机上和连接的输入源 当上述步骤完成后 如还是不能收拾 请拔掉机上和HDMI线及电源线等候10秒 再将HDMI线及电源线重新接上机上和 如果障碍仍然无法排除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